今天为什么会被定为国际人权日 因为64年前的今天 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宣告人权是普世价值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但是64年过去了 至今仍有中国的领导人 以文化差异为由 回避政府应该要尽的保障人权责任 作为普世价值的基本人权 对于中国世界来说 究竟是不是只能够被当作搏来品 我们专访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瑶华 为您分析中国人权现况 大声怒吼 人民直接向马总统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 这是台湾公民受到保障的基本人权 64年前的今天 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宣告人权是普世价值 不分贫富贵贱 不分文化地域 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保障 亚洲通常都不在意 那个个人权利的保障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非常极端的 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 那这个完全违反那个国际人权的概念 人的自由 人的尊严 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 西方社会以自身经历 评估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 中国人权发展就能够水到渠成 陈耀华认为 这根本是一个清帅的结论 因为西方社会低估了 极权统治下 中共对权利的眷恋 自由不平等的条件下面 我相信无论是 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 跟公民政治的权利 其实都是 都没有受到一个好的保障 那这个其实会制造更多的内部的矛盾 然后这个地位的不均等 然后这个是对于我觉得 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警讯 中国人权劣迹斑斑 尤其谈到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力恶行 陈耀华分析 中共掌控媒体 简直言论 让世人听不到中共器官移植黑幕真相 才让犯罪者有机会逍遥法外 学者期待多元社会与公民言论 透过各种管道 揭露仍旧发生在中国的人权恶行 也希望人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 不只是来自西方的搏来品 新唐人亚特电视陈静教章之宣 台湾台北报道